工作人員開著行李拖車在停機坪移動 沒想到經過顛簸處時 行李櫃和拖車的連接處突然斷開 行李櫃隨即滑向停在一旁的班機 藍名工作人員發現情況不對勁 立即衝上前 司機也馬上停車狂奔 試圖阻止 但行李櫃最終還是撞上去 被撞的是長榮航空BR202航班 受到撞擊 飛機右側發動機外照破了一個大洞 這架班機原定泰國曼谷 當地時間九號下午兩點四十分 要飛回桃園機場 但碰上意外發生 226名旅客行程被迫延宕 飛機有外力的損傷或蒙皮有受損 除非有相關的這個權責單位 或維護的這個工程師認證 確保飛行安全才可以放行 長榮航空緊急回應 指出事發後 已經立即找尋替代的航班 為乘客重新安排行程 部分旅客則是被安排到當地住宿 等待隔日班機 他們也在10號下午順利回臺 不過針對地勤公司的失誤 長榮表示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近新聞橫尾桃莊子園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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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新聞